第四十一章 同样媳妇偷吃半块豆腐干 打死 死了一个没人管 借用一块利息前的 到期不还 死罪 又死一个没人管 又死了一个或是一群没人管 你能生多少 十六个 好 生 二十六个也不多 没人管 没人管你生 没人管你生 没人管你死 岂非一篇绝妙的人口限制论 而且这样的学说 在实行上也看着热闹而有生气呢 老张明白这个 那有哲学家不明白这点道理的 花钱买姑娘 那比打死一个 偷吃半块豆腐干的同样媳妇 慈善多了 多得多 买了再卖 买了再买 买了打死 死了一个 再买两个 没人管 孙守备要管 好 拿钱来 孙守备呢 他也明白这个 钱到事成 不用想别的 打官司 法治国的人民 不打官司 于是 老张拿着一卷银票 精精精细细地搁在靠身的衣袋内 可惜人们胸上不长两个肉袋 然后去到庆和堂的帐房 把早晨摆的那两桌酒席折到孙八的帐上 又央告查房 把他的那几块红帐和南非先生送的洗帘摘下来 把红帐和洗帘一起卷好 他问 刮帐子的铁钩呢 那是我们的 查房回答 你要吗 一个童子一个 那么你们收着吧 再见 老张把红帐等夹在夜下 出了清河堂 走一步摸三回 恐怕银票从一袋中落出来 一面摸一面响 越响越好笑 对自己说 这群傻蛋 咱没伤什么 明天早晨上市 这几块红帐不卖一块两块的 这对洗帘 没人要 好歹还不换两包火柴 他出了得胜门 天已见黑 远处的东西已看不甚清楚 发财的人走到看地 做失的人走路看天 老张是有致发财的 自然照例眼看地 他下了得胜门吊桥 上了东边的土路 眼前黑乎乎的 好像一个小钱包 他不敢用手取摸 怕是晚间出来 寻食的刺猬 心里想到这里 脚不由地向前一踢 要是皮包当然是软的 这件东西也确实软的 然而一部分粘在他的鞋上 新鞋 倒霉 妈的 不得人心的狗 欺负你张太爷 他找了一块土松的地方 轻轻地磨鞋底 然后慌忙地往家里奔 怕黑夜里遇见路姐 他倚仗着上帝 财神 土地的联合保佑 平安到了家 一点东西没吃 只喝了一汽凉水 把银票数了三四回 一张一张地 慢慢地放在箱内 锁上 把钥匙放在衣袋内 然后倒在床上 睡他的平安觉 孙守备叫赵四送王德回家 王德指示呆笑 赵四把王德用神拦在洋车上 送他回家 孙守备和李静坐了一辆马车 回德圣门外 李山东帮助孙八算清了账 一同回家 李山东看着孙八进了门 然后折回铺子去 孙八进了街门 没话找话说 小三 小四 还没睡呢 啊 爹回来了 你娶的小媳妇在哪呢 给我瞧瞧 小三说 小四光着袜底下了地 扯住孙八向一斤各处翻 然后问 你把小媳妇藏在那了 他平日与孩子们玩耍的时候 娶姑娘 宋姐姐 都是一些小不仁 所以他以为他爹的小媳妇 也是一尺来高的 别闹 这一天 别闹 你妈呢 孙八问 妈在屋里哭呢 都是你这个坏爸爸 娶小媳妇 叫妈哭得像大妈虎子似的 坏爸爸 第四十二章 庆和堂 孙守备也笑了 孙守备也笑了 叫门 我顶着尘门来的 天还没亮 怎能叫门 所以坐在这里 不觉得做上梦了 进来 进来 赵四跟着 赵四跟着孙守备 拍了 所以他决定先还清老张 再和八爷样告 这是他的本意 据我看他不是坏人 他们逃到那里去 孙守备问 他们没逃 他们专等见八爷 或是你老头 无需见我 你去和八爷说 叫龙树谷写张字句 分期还钱 不必要利息 你看这公道不公道 你办得明白吗 我明白老头 别人的事我办得明白干脆 就是不明白咱自己的事 一阵敲门的声响 赵四跑出去 找谁 我是赵四 这是孙老头的家 四哥 我和我叔父来了 赵四并不问孙守备 见他们不见 毫不怀疑地把他们领进来 快到屋门他才喊起来 老头 有人来了 李老者扶着李静 慢慢地进屋里去 深深地向孙守备 行了一礼 没有说什么 姑娘 你好了 孙守备问李静 我好了 叔父和我特来谢谢你的大会 只是他与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李静说 姑娘 不用说别的 我自己的女儿要是活着 现在比你大概大两三岁 也是你这么好看 这么规矩 他死了 我看见你 就想起他 孙守备看着李静 心中一阵酸痛 泪流下来了 李静不由地也哭了 赵四用脚尖走出去 他不怕打仗 只怕看人哭 姑娘 孙守备试着泪说 你们叔侄 此后的生活怎样 李静看了看他的叔父 李老人微微向他摇了摇头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由地脸红了 孙老者 李老人低声地说 以往的事 我们无可为报 也没有可说的 以后的事 只看我们叔侄的命运吧 老先生 孙守备很诚恳地对李老人说 我明白你的高傲 现在呢 我绝不是为你 自然也不是为我 我们年纪都老了 还希望什么不成 可是我们当为姑娘设想 怎样安置它是唯一的问题 李老人一声没言语 李静呆呆地看着两个老人 没有地方插嘴 赵四指尽来了 一边腋下夹着小三 那一边夹着小四 两个孩子用小手指头 刺赵四的隔止窝 赵四撇着大嘴哈哈地笑 两个孩子也笑得把脸长红 像娇嫩的红玫瑰花片 这是小三小四头次见赵四 好像赵四有一种吸引力 能把孩子们的笑声吸引出来 赵四的脸在孩子们的小黑眼珠里 是一团笑物蒙着 无论怎么看也可爱可笑 赵四把两个孩子放在地上 孙八跟着也进来 孙八看看叔父 看看李静 脸上红了两阵 修眉溃眼地坐下 连一声辛苦也忘了说 八爷 孙守贝对孙八说 龙家的事我都告诉了赵四 你们快去办 就是 孙八点了点头 李老人立起来 向孙家叔侄行了一礼 然后对孙老者说 改天再谈 李静扶着叔父 慢慢走出来 孙家叔侄只只送到院里 这位老人颇文雅呢 孙老者对他侄子说 就是 孙八说 也很自尊 赵四说 就是 孙八又说 赵四 孙守贝向赵四说 你自己的事怎样 是 全是人家的 我永远没事 赵四回答 你吃什么呢 拉车 饿不死 人家不愿意去的买卖 咱拉 人家不敢打的大兵 咱敢 我倒不能饿死 只怕被人家打死 可是打死 比饿死痛快 赵四得意非常 发挥自己的心愿 跟着拍着嘴 学蛤蟆叫唤 招得小三小四 跳起脚来笑 这么招 孙守贝说 你真过不去的时候 你找我来 我现在 什么也不敢给你 哼 老头 咱平身没求过人 我要来看你 是我有钱的时候 别的 不用说 老头 咱们新赵吧 赵四 你是个好小子 八爷 你同赵四 去办龙家的事吧 就是 叔父 你别走 别走 小三小四 拉着赵四 不许他出门 你们等着我 我去给你们 拿小白鼠去 这么小 赵四 用拇指 空着食指的 第一节 壁画着说 小三小四 松了手 赵四 一溜烟 似的 跑出去 第四十三章 王德 自从被赵四 送回家 昏昏神神的 只是傻笑 饭也不吃 茶也不响 只枕瓢地 喝凉水 起初还扎振着起来 过了两天 头省得像压着一块大石头 再也起不来 终日像在屋里飘着 闭上眼 看见一个血淋淋的一颗人头 在路上滚 睁开眼 看见无数恶鬼 东扯西拉地笑弄他 醒着喊 静姐 不用害怕 刀 杀 睡着喊 老张 看到 杀 人头 王老夫妇 招了慌 日夜轮流看着儿子 王夫人 伸伸不住地 咒骂李静 王老者 到村中 请了医生 医生 诊识完毕 卖案写的事 急气伤寒 已 以散气降毒法 制之 下了几味草药 身将灯芯为影 祝福王老者 把窗户关上 服药之后 加上两床棉被 手心见汗 就算见效 王老者 一一地照办 不料 王德的体质特别 药吃下去 汗也没出 气更大了 把两床棉被 一脚踢下去 握着枕头 睁着血红的眼睛 说 往哪里跑 杀 医药不灵 第二步自然是求神 所谓先科学 后宗教者事也 于是王夫人 到西支门外 娘娘庙 烧香 许愿 求神方 神方下来 除香灰大葱 胡用阴阳水 服用之外 还有一首小诗 万恶 迎为首 拜善 孝当先 欲求邪气散 当求喜冲天 王夫人 花了五个 同源的香姿 求娘娘庙的道士 破说神方上的启示 道士说 邪气缠身 狐妖作祟 龙凤因缘 灾难自退 王夫人 虽不通文理 可是专会听道士 女巫的英语 因为自幼听惯 其中奥妙 不难猜度 于是他三步 改做两步走 跑到家里 和丈夫商议 给儿子娶妻 一冲邪气 王老哲 自然不敢 顾为神意 咬着牙 除掉了三母帝 搭盆 办洗事 为儿子 成家 无法 虽然 三母帝出手 是不容易再买回来的 娶的是德胜门关外 马贩子 陈九的二女儿 真是能洗 能做 能操持家务 而且岁数也合适 今年她才27岁 由提亲到迎娶 共需48点钟 王家是等着新娘 赶散邪气 陈家是还有四个姑娘代驾 推出一个 是一个 越快越不嫌快 王德迷迷糊糊地 被两个头上 全带着红十六花的 老夫人扶着 拜了天地入洞房 果然 她一来二去地 清醒过来 看见身边有个大姑娘 把她吓了一跳 喊起来 妈 妈 快来 来了 我的宝贝 你可知道叫妈了 你个亲人的祸 王夫人看见儿子明白过来 又是哭又是笑 她是谁 王德还是坐不起来 用手指着陈姑娘 她 我的宝贝 不亏了她 把你的邪气冲散 你就把我亲死了 说着王夫人又落下泪来 她是你的媳妇 王德眼前一黑 喉中一阵发甜 一口鲜血喷在被子上 两眼紧闭 脸像黄蜡一般 我的宝贝 王德 王德 你可别要妈的命呀 王德 王夫人哭成泪人一般 陈姑娘也立在一旁落泪 而不敢高声地哭 就是哭也不知道哭什么好 王老哲跑进来也吓呆了 只能安慰着他们说 雨血吐出来就好了 去 汽白糖水 关 王德慢慢地还醒过来 不知是糖水的功用还是什么 她身体弱得起不来 半个多月才渐渐地坐起来 拿水拿饭 以至于拿尿壶 陈姑娘本本愤愤地伺候王德 她起初还不理她 而她低声下气地坐 一毫怨怒都没有 王德不由地心软起来 开始与她说话 王夫人听见小两口说话 心中笑得她自己也形容不出来 家庭间要是没有真爱情 可以用魔术替代之 聪明的中国人的家庭制度 永远不会衰败 因为他们都会耍魔术 包袱里 包袱面 无有夹带藏烟 说变就变 变 王德就是包袱底下的那只小白兔 那只小花耗子 至于她 陈姑娘 还不过是一个张半仙 手指缝夹着的小红豆 即至她明白了她是小白兔 她还不能不承认 她与她小红豆 同是魔术家的玩物 因为怜爱她 安慰她 谁叫同时被人耍的材料呢 你要恨她 离弃她 除了你真能战胜一切魔术家 她又何曾甘心 在包袱和纸份之间活着呢 王德渐渐负了元气 家庭间倒也相安无事 她到前门外把行李取回来 又到报馆去看蓝先生 蓝先生依然不见她 于是她死心塌地地 帮助父亲做弟母中的工作 不敢再冒险去进城找事 再说 现在她不是要为自己活着了 是要对妻子负责了 还敢冒昧着干吗 而浪子回头 青年必须经过一回野跑 好像受之走矿 然后收心怜心地做父母的努力 正是王老夫妇所盼望的 对于李静 她没有忘她 然而不敢去见她 也不敢想她 她已有了女人 她应当对已有的女人负责 她软弱 难道陈姑娘不可怜 因为她的可怜 而牺牲了真的爱情 无法 谁叫你事先无勇 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静呢 听说王德结了婚 只有听着 她只有一天销售一天 这是她所能做到的 别的 第四十四章 姑娘 你自己的事还要留心啊 你知道 妇女一过了年轻的时候 可就 龙树谷对龙粪说 我明白父亲 不过 我立志等着李英 龙粪很坚决地说 可是她到那里去 是生是死 全不得而知 就是她没死 为什么她一封信 也不给你写 这是她爱你的表示吗 给我写信不写 爱我不爱是她的事 我反正不能负她 我等着她 那么你不上奋天去 龙军官有些着急的样子 我在这里等着她 那就不对了 姑娘 奋天的工作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选择咱们妇女到奋天去 难道我们不服从她吗 龙粪眼含着泪 没有回答 再说 龙军官接着说 上奋天并于等李英部冲突 你可以在奋天等她呀 我们的事是私的 上帝的事是公的 我们不能只顾自己 而悟了上帝的事业 上帝的事业 与人们的爱情有同样的重要 我知道李英什么时候回来 她回来而我走了 我们何年再能见面 父亲 你上奋天 我依旧在这里 难道你不放心 我是不放心 自从你母亲死后 我寸客离不开你 我要不为你何苦受这些罪 他们妇女全低着头落泪 呆了半天 龙粪问 要是我出嫁了 还能和父亲一处住吗 那是另一回事 出嫁以前 我不能离开你 姑娘 别傲心 你再听一回父亲的话 哪怕只此一回呢 怎样心的人 也不会把旧事力 铲除静静 主张飞笑的家庭革命者 可以向父母宣战 然而他受不起 父母的殃告 软化 况且父母子女之间的爱情 有时候是不能以理智 判断分析呢 龙粪无法 他明白什么是爱 可是他还脱不进 那几千年传下来的爱的束缚 爱是子女对父母的孝敬 龙粪谷守华北旧事军总部的委派 到奋天立支部宣扬福音 所以他们父女有这一场的小冲突 龙粪谷已与孙八说妥还债的办法 而到奋天去的原因的一个 听说是到奋天可以多挣几块钱 龙粪的苦处 以非他一颗珍珠式的心所能容了 他怀疑了他的父亲 到底他的一切设施是不是为他 他把李英丢失了 设若李英没有走 他的父亲是否争议地把他给李英呢 他向来对于父亲非常亲爱 今日忽然改变 他真的爱李英 将来他的父亲要是破他嫁别人呢 他看不清楚 想也想不明白 他怀疑他的父亲 可是他还不敢不服从他 教会中开欢诵会 欢诵龙家妇女 祷告 唱诗循序作过 一位华北总会派来的军官致辞 大意是 信者上帝的支配 救世君布满全球 凭着我们的信力驱逐一切魔鬼 去了思念 戴上上帝的衣帽 舍了生命 背起耶稣的苦架 牺牲了身体 寻求天国的乐趣 这是龙家妇女的责任 阿门 龙家妇女一一和会中人握了手 治了血 慢慢地走出教会 赵四右手拿着一束玫瑰花 左手提着一颊点心 双手齐菊迎上龙家妇女去 把花递给龙粉 把点心递给龙军官 然后对他说 这几朵花是即将如意 对他说 这几块点心吃了解饿 说完一语不发地 垂手而立 看着他们妇女 他们明白赵四的意思 笑着接了东西 向赵四道谢 你们几时走 赵四问 还有一半天的功夫 龙军官回答 有用我的地方没有 赵四又问 有 龙粉没等他父亲张口 抢着说 四哥 你去给我买一点茶叶去 我今天五点钟回家 你要买来 那个时候给我送去顶好 就这么办 赵四接了龙粉的钱 去出城卖茶叶 你父亲呢 赵四问龙粉 出门了 这是我叫你这个时候来的原因 四哥 我父亲对我的态度 到底怎么样 你明白不明白 龙粉十二分恳切地问 我不明白 赵四说 可我也不敢错想了人 以前的事错都在你们 谁 你与李英 李静与王德 怎么 不敢跑 不敢跑 现在 把跑的机会也没有了 四哥 龙粉叹了一口气 往事不用再说 我问你 李英是身是死 他要是跑了 他就是活了 我没得着他的消息 可是 我敢这么下段雨 万一他要回来 你可千万告诉他 我还等着他呀 我不上心 我是狗 赵四当着父女 不敢起吉野的事 四哥 我谢谢你 以后的消息 是全凭你做枢纽了 没错 姑娘 好 这是我的通信处 他回来 或是有消息 千万告诉我 可我不会写字呢 姓赵的赵你会写吧 对付着 一张白纸上写着一赵字 再求别人写个信封 我就明白是他回来了 四哥 办得到办不到 妇人要是着急 出的主意 有时候轻微的可笑 可是他们的赤子之心 比男人多一点 办得到 好 姑娘 一路平安 第四十五章 赵四没有什么哲学思想 他对于生 死 生命等问题 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 他也不似世人常说 生命是何等酸苦的一篇功课呢 死吧 他只知道 到生的时就生 到死的时候就死 在生死中间的那条路上 只好勇敢地走 可是 到底什么时死呢 据他想 典当铺里没有抵押品 并铺里不欠钱 穿着新大褂 而且带中有自由花的两脚钱 那就是死的时候 赵四的理想 有一部分的真理 人们在仇波幻海之中 总身心微弱 也还扎振着往前赶 好像仇患的链锁 孤住那条迎风遇倒的身体 遇死而不得 这样的一个人 一旦心凤中 觉得一阵舒服 那团苦泣 再凝结不住 于是身上一发青 心中一发暖 眼前一发亮 死了 李老人便是这么一个 在患难中浮泛的人 他久病的身体 好似被忧患困住 交住 他甘心已死 而那条酷虐的铁链 越估越紧 他只能用他的 骨瘦如柴的身躯 附着那一片海水式的仇梦 现在 他把老丈的债清了 他的侄女 又在他的左右了 他的侄子跑了 跑了是正合他的意 于是他心里 没有可想的了 那层愁苦的娇妻 失了紧腹之力 他自己知道 于旧寝之前 自己照了照镜子 摸了摸眉间的皱纹 觉得舒展开了 点了点头 叹了一口气 盖好了被子 长眠去了 他死了 死去一天 两天 三天 世界上没有誓死的 风吹着 雨落着 花开着 尿唱着 谁理会 世上少了一个人 他 李静 闭眼看见他 睁眼看见他 他还是他自幼相从的叔父 然而他可摸到的身体 已埋在沙土之中了 风 雨 花 鸟 还依然奏着世界的大曲 谁知道 谁理会 世界上少了一个人 世界上 有个可怜的他 王德 在林前 哭了李老人一场 然而 没有和他说话 他又看见了他一次 他已经是别个女人的他了 赵姑母 只在李老人死的第二日 哭了他兄弟一阵 把李老人所卖的五彩瓶的钱 处理樱花区的还有二十多元 交给李静 一句话没多说的就走了 他不能理李静 李静是个没廉耻的女孩子 临驾逃走的 蓝小山写来一对晚联 穿着一身重笑前来吊咽 然后对他贡献他的爱情 这是他的机会 他没有理他 孙守辈帮助他料理丧时 安慰着他 姑娘 我就当你的叔父 你将来的事由我负责 只不要哭坏你的身体 王德是别人的了 李英不知道那里去 姑母家回不去 也不肯去 蓝小山的爱情不能接受 孙守辈的恩惠 无可为报 而他的护持也不能受 他的思想和他的相隔太远 别人没有知道他的 更没有明白他的 他找他叔父去了 花谢花开 花丛中彼此不知道 谁开谁谢 这段故事的时期 大概在中华民国89年到12年之间 到现在我写这个故事 一切的局面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固态 如布军统领衙门 几年前还是个很有势力的 现在已经是历史上的材料了 我们书中的人物死得没法再生 而生的在这几年内又变化万端了 我们第一位英雄老张 因他蒙兄李武做了师长 一个电报送到北京政府 保健老张做南方谋审的教育厅长 老张与教育厅长两名词发生关系以后 自有新闻职与政府公文做将来 为老张写传记的材料 不用我们分心 我所应当在这里附带说一两句的是 老张做厅长之后 娶了两个妾 一共还没用了五百块钱 这是他平身最得意的事 听说理应跑到天津 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些事业 他由赵四处得到龙粪的通信处 给他写过几份信 而一份回信也没接到 据传说龙粪嫁了一个妇人 他的父亲已辞去教会的事不做 而与女儿女婿一处住 理应当怎样的难受 孙八经孙守备的见识 不敢在门取妾的心 大概是孙老者死后再说 可是现在孙老者还十分健壮 龙粪谷把欠孙八的钱还清 孙八把一千多元都交给了李山东 扩充他的买卖 男飞生应做事有手腕 已经做了现知识 听说也颇赚钱呢 王德父亲死了 他当了家 而且做了父亲 陈姑娘贡献给他一个肥胖的大男孩 蓝小山换了一副戴帽边的褶色眼镜 因为蓝眼镜好像不吉祥似的 别的事 与其说我们不知道 还不如说我们不明白蓝小山的玄妙 较为妥当 赵四还是拉车挣饭吃 有一次真买了一对小白老鼠给小三 小四送去的那对小白老鼠 也不如赵四有趣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